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爱 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带来 加梅拉系列的第三部电影 加梅拉 空中决战 故事开始 在日本发生了大地震 导致火山爆发 加梅拉被火山所吸引 从远处飞了过来 随后加梅拉爬进了火山内部 不久之后 日本派出一支考察队去观察情况 这架飞机刚刚飞到火山上空 火山附近的一个山洞中 就射出几道激光 飞机被拦腰截断 飞机上的考察人员和记者 全部丧生 经过专家的推断 加梅拉是不会发射激光的 有一名记者想要出名 就骗了一个小胖子带自己上山 想去拍摄加梅拉 两人来到山顶 看见山洞在发光 就进去查看 结果山洞崩塌 记者丢下小胖子 自己跑路了 记者刚跑出山洞 就感觉自己飞起来了 随后被一张大嘴给吃掉了 可怜的小胖子在山洞下坏了 还是逃了出来 小胖子刚出山洞 就看见了一只怪兽鸟 怪兽鸟击落石子 打伤了小胖子的腿 就在怪兽鸟想吃了小胖子时 背后突然钻出来加梅拉 怪兽鸟抓起小胖子 开始挑衅加梅拉 加梅拉的胳膊 也被怪兽鸟的激光打伤 加梅拉疼痛地缩了起来 一下翻过下来 撞向怪兽鸟 小胖子也被加梅拉救了下来 随后加梅拉喷出大火 打跑了怪兽鸟 然后她把小胖子 放在自己的龟壳上飞走了 加梅拉把小胖子送回了家 然后就再次飞走了 另一边 日本专家判断 怪兽鸟是几千年前的怪兽 被人类惊醒了 一旦她攻击尝试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就决定消灭她 随后一队战斗机 对着山洞进行了一番轰炸 山洞再次射出激光 战斗机上网惨重 另一边 在深海 加梅拉躲了起来 开始疗伤 晚上怪兽鸟再次出动 想袭击工厂 军队早就做好了埋伏 无数坦克攻击怪兽鸟 怪兽怒了 扇出大风 击退了这支军队 随后怪兽鸟再次飞走了 它来到中部城市 开始疯狂破坏 日本的百姓可遭殃了 只能疯狂逃命 怪兽鸟把人类当成了食物 开始捕食人类 但怪兽鸟有一个弱点 怕光 人们夺进体育馆 打开所有大灯逃过一劫 有几名记者开车 想偷拍怪兽鸟 结果差点被激光射死 就在人们绝望的时候 加梅拉赶到了 怪兽鸟挥动翅膀 两只怪兽战斗在一起 加梅拉虽然是只会飞的乌龟 但是没有怪兽鸟灵活 吃了大亏 好在加梅拉 有龟和护体 但还是被怪兽鸟打入海里 怪兽鸟想乘胜追击 结果中了加梅拉的圈闹 加梅拉一口咬住了她的爪子 战斗 整整持续了一个晚上 加梅拉就是不松口 直到太阳出来了 怪兽鸟用激光 打断了自己的爪子 逃走了 怪兽鸟回去之后 差点没疼死 但一会儿的功夫 又重新长出了爪子 另一边 日本工具家 引救了怪兽鸟断掉的爪子 发现它发紫外线 如果在阳光下照射很久 可能怪兽鸟就会死掉 于是高斯文决定 引来怪兽鸟 然后拖住它直到天亮 就这样 军队准备了大量人造血液 来吸引怪兽鸟 怪兽鸟闻到香味 就飞了出来 直到它被人造血液 吸引飞到了一座大楼上 开始疯狂喝了起来 也因此中了人们的陷阱 大楼上布置了一个转盘 疯狂旋转 想要搞晕怪兽鸟 马上就要天亮了 结果机器超负荷运转 发生了故障 怪兽鸟赶紧逃走了 为了彻底消灭怪兽鸟 人们只能把希望 寄托在加梅拉身上 为了给加梅拉提供能量 军队放火烧山 逼出了怪兽鸟 加梅拉也再次飞了过来 怪兽鸟看到加梅拉 就射出激光 加梅拉也放出大火 开始反击 怪兽鸟想要灭火 被加梅拉偷袭 撞翻在地 随后加梅拉一个泰山压顶 冲上去咬住了怪兽鸟 怪兽鸟挣脱出来 开始反击 加梅拉的尾巴 也被击中受伤了 怪兽鸟抓住加梅拉 飞向高空 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 加梅拉也只能被动挨打 随后加梅拉捡起一块石头 塞住了怪兽鸟的嘴 趁其不备 再次撞翻了怪兽鸟 接着加梅拉一口 咬住了怪兽鸟的脖子 此时太阳也出来了 怪兽鸟变弱 无法挣脱 加梅拉拉着怪兽鸟 摔进了火山口 怪兽鸟被干掉了 加梅拉也在此飞走了